嗨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呢 我們人來到了基隆 那今天基隆下的這個毛毛雨 我剛騎車過來 全身都濕濕的啊 不過沒關係 為什麼會來基隆呢 因為今天呢 我們要來挑戰大會網 那這個挑戰的資訊呢 是一個粉絲丟給我的 他說目前啊 這邊有一間店 他就是賣那個很大顆的燒賣 好像目前的成績呢 是有人可以吃到40顆在30分鐘之內 我是覺得呢 應該還蠻有趣的 那就過來來挑戰 據說啊 你如果在30分鐘內吃完 比前一個人多的話呢 他會給你免單 外加獎金 對 那我們人已經到了 那我們走過去看一下吧 Let's go 好的 餐點上桌 那麼我們今天呢 挑戰規則是這個樣子 就是 30分鐘之內 你只要超越上一個人的紀錄的話 今天的話就免單 然後老闆還會再給你獎金 今天的紀錄是上午 因為今天上午有人來挑戰 然後他吃了40顆 所以我只要吃超過他就是41顆的話 就可以免單 外加獎金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招牌 肉羹湯 這個不在挑戰的項目裡面 他是老闆特別招待我 然後給我配的 好 那麼我們這個桌上的話是10顆的燒賣 然後他們自己的燒賣真的很大顆 我覺得應該比外面大個3倍有喔 然後大家可以發現我真的一直在流鼻涕 然後講話很冷 是因為今天非常的冷 然後我剛騎車啦 我的衣服全死了 現在裡面這些是乾的 然後我很冷 那麼我們30分鐘挑戰就直接給他開始 好 30分鐘 2分鐘就吃完10顆大大的燒賣 是不是非常厲害啊 而且你看老闆隨時有在觀察我挑戰的進度 馬上就送上了10顆 熱騰騰的 你看他們剛上桌 都還在冒煙呢 現在加入店家的特製辣醬 味道吃起來是甜甜鹹鹹的 多一點待會兒 就是啦 那麼快今天 tea 搭車吃起來 再吸引上一種楣子 我還要吃進湯 在挑戰前老闆問我說 要一次41顆全上還是一次5顆5顆上 我跟老闆說我想要5顆5顆上 因為這樣子才吃得到食物熱騰騰的感覺 這樣會比較好吃 剛剛我們不是加了辣醬嗎? 現在來換一下醬油 醬油的味道跟燒賣也是蠻搭搭 然後我們這次的主要是 配合分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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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挑战来到了25颗烧麦 明显的看出来我越吃越慢 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利用沾酱 来变换一下口味 这样吃的才会比较顺利 终于喝下老板招待的汤啦 一样是变换一下味道 让烧麦进到肚子里的时候 味道不要来的这么的单调 这时我请我的小助手帮我买了一杯红茶 因为我刚喝汤的时候发现说是咸的 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配一点甜的 才会吃的比较顺 让你让我知道 挑戰的後半段燒賣的味道會越來越重複 越來越膩 所以基本上我後面都是把燒賣咬碎 再搭配喝的一起給他喝掉 聽到小肚手說時間只剩下8分鐘 我非常緊張 因為我還有一盤又多一顆還沒吃完 趕緊全速衝刺 這時候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專挑湯裡面的香菜來吃 因為香菜的味道真的非常重 可以把燒賣的這個麵粉感給他壓下去 終於來到41顆最後一顆燒賣啦 這時候我把燒賣稍微的打開了 弄碎一點點 除了可以幫助散熱以外 還可以讓我少咬比較多下 那希望今天的這個比較偏賽評的講解 對大家有所幫助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 好 慢點 時間剩下 57秒 所以我花了29分鐘 又3秒鐘 然後吃了這邊 才41顆的大燒賣 哇 很緊張耶 然後我這個 最後一顆呢 加他們的辣椒 覺得有點失酸 好辣喔 差點吞不下去 超辣的 好 很開心 成功 好 成功獎金也 太強了 好 謝謝老闆 謝謝 謝謝 好的 那挑戰完了 拿到剛剛老闆發的獎金 可是我還不知道他發了多少錢 2000耶 很多耶 哇 這挑戰很棒 好啦 那就推薦給大家 下次來的話 如果大家要拿到這2000的獎金的話 應該要吃到42顆 所以希望大家超越我的顆數好不好 然後成功拿到獎金 那我講一下這個挑戰的過程 因為他的那個燒賣真的是非常的大顆 而且很紮實 直接給你厚重的一種感覺 我覺得他那一盤5顆的話 大概就相當於一碗 就是很大碗的那種麵粉那個份量 就他那個麵粉量應該是相對應的 非常的多 很高興 對不對 又破了這店家目前最多顆的紀錄 那也非常感謝這個粉絲丟給我這個資訊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那拜拜